有相關的議題 謝謝林博士 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學土系洪問儀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以離心模型試驗 來模擬植物根系對邊坡穩定性的影響 最主要中央大學有低溫離心機 所以它可以在不同的人造重力場情況下 來模擬不同現地情況的應變行為 所以今天最主要介紹的內容包括五部分 前言簡單介紹一下為什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第二個就是簡單介紹一下我們所使用的設備跟材料 第三是我們在做任何實驗之前都必須要知道它的特性是什麼 所以會介紹一下一些基礎的試驗結果 第四個是離心模型試驗結果跟最後是一個小結 在前言的部分我們可以知道 其實邊坡穩定的問題不是只是在台灣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在全世界都陸陸續續只要有颱風有地震有強降雨 特別是最近氣候變遷造成降雨集中 所以很多的因素都會造成邊坡的不穩定 那但是呢如果這個邊坡的破壞是發生在沒有人的地方 那我們可能就不太就不太會去重視它 除非它擋住我們的河道擋住在我們的積水區發生的崩塌 所以在過去呢發生了很多很多的案例 那有地震有地震影制的山崩有這個強降雨影制的這個邊坡滑動 也有重力跟比如說這個背後的地下水的問題所造成的這個邊坡的滑動 所以它會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 我們常常講說災害呢它會過去發生的災害表示說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天生體質不良 那後天如果又失調的話呢 它就特別容易會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災害 那我們現在在我們的實驗室呢 就最近跟東南亞比較多的合作 也非常感謝水保局在過去的支持 那為什麼東南亞的在邊坡滑動的問題呢 會比較嚴重呢 因為他們比較缺乏邊坡的保護措施 他們在經費上是比較缺乏的 那比如說在像越南的越南的話 它在最主要是因為湄公河流域它有很多支流 那在台灣我們在說的支流的河岸都有做河岸的保護 但在東南亞的國家呢 它不容易有這樣子一個經費投入 所以他們常常在河岸 河的兩岸的邊坡的滑動呢 常常是因為這個波浪啦 或是水位上升下降啦 那所造成的 那它會造成這個兩邊的這個兩岸呢 一直往一直讓這個河道越來越寬 比如說我們上一次去現場的調查 本來只有40米的河道 他們當地的官員只有40米 但是經過了一年 因為他們還有做河岸的開採 所以經過一年它現在就是100米寬 那未來會不會再往兩邊擴展不知道 所以他們必須要有適當的措施 包括淨採核殺的措施 包括邊破穩定的措施 但他們又沒有辦法像台灣一樣 把兩岸 河的兩岸呢 都做保護的措施 那這個因為投入的經費太大 所以他們漸漸的 他們就想思考 從這個自然的比較自然的方式 從直升的方式 看能不能夠保護河岸的邊坡 那在螢幕上呢 是印尼的 也發生過很多邊坡滑動 不管是在住宅區 在他們的管道通過 就興建管道的時候呢 他們都必須要通過這個山 因為印尼是有很多的火山 所以他們土壤也非常的疏鬆 在強降雨的情況下 在地震的情況下 甚至在這個這個重力 降雨跟重力引致的情況下 他們都有過去也都發生了很多的 邊坡滑動的案例 那過去呢 這個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很新的議題 過去也從特別是在這五年內 也做過了也很 世界上很多的學者也利用低功力心機 做了很多直升對邊坡穩定的 到底有多少的效果 那我們都知道直升有效果 那它到底有什麼效果 我們知道要針對邊坡滑動有 如果從它的形式跟深淺的 大概就分淺層中層跟深層的滑動 那直升的話呢 大部分就是對淺層的滑動 或者是淺層的降雨的侵蝕有幫助 那它到底有多少幫助 什麼樣的這個植物呢 會有比較效果 我們像在這個水保的水保局這邊 有相關的手冊裡面都有一些介紹 那我們現在在做的就是 其實這個案例呢很多 那所以呢 現在比如說在這個Springman 他們在2014年呢 就利用這個低功力心來探討 比如40度的邊坡 我們在做把這個植物種上去的時候 我們在做降雨的時候 到底對這個侵蝕跟這個淺層的滑動 到底有多少幫助 那當然很多實驗呢 如果它的結論是直升有幫助 那其實不用做大家都知道 那它到底有多少幫助 比如說我們會針對這個它的岩石 針對降雨的強度 那這個雨量降雨的位置 它是在坡頂降雨 還是在坡面降雨 它再來就是這個坡裡面的滲流 是不是都會造成這個邊坡的不穩定 那再來就是呢 這是日本東京工業大學 Takashi先生他做了一系列的這個實驗 它就是模擬它是一個水平的 這個有點像順向波 那它不是用真正的植物 它是用這個塑膠的細繩 來代替根系對土壤的加進 所以呢 當然從這樣子的這個實驗呢 我們也可以知道 它是有幫助的 它有如果有根系的 在土壤裡面有根系存在的話 它可以減少這個張力裂縫 比如說我們知道這個裂縫對邊坡 其實是一個不好的影響 有裂縫的話 雨水入盛的話 這樣就可能會有一個惡性的循環 所以這個再來就是 那什麼樣的根系 我們知道 其實在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低空離心機它為什麼可以模擬這個根系的影響 那它真的是模擬植物的根系嗎 還是它可以模擬其他種類 比如說灌木或橋木的根系 那我們都知道這是香港理工大學 博士恩他所做的一系列研究 我們知道不同的植物 它跟長的形狀其實不一樣 所以它比如說它有這個跑 它長的範圍是拋物線型的 還是這個指數型的這個根系的話 其實這個對它加進的範圍也會有影響 所以那再來就是如果 這個是用真的植物 就是把它把種子種在這個模型裡面 等它長大了之後呢 再做實驗來模擬說 如果我這是真的種植物 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有的是用這個棉繩 或者是塑膠纖維的方式來模擬根系 那這是真的使用這個植物 來做這個有沒有效的模擬 所以再來就是這個也是用模擬的方式 它是用這個也是用塑膠來模擬 根系如果存在在邊坡裡面的話 那它到底有多少的效果 那從過去的研究呢 我們可以知道呢 它其實根系確實是有效果 但有多少的效果 那就必須要再做進一步的探討 這個也是針對垂直 它這個是用植物的 所以它的根系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垂直在垂直邊坡表面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它用非常高的那個強度 比如說它是千年一遇的強降雨 那這樣子的降雨強度呢 然後入腎到土裡面的話 我們知道邊坡不穩定的話 有一個是比如說是地震嘛 再來就是重力 再來就是降雨 但是降雨有分侵蝕跟在邊坡裡面的滲流 滲流呢也會引致邊坡的不穩定 所以呢把它綜合起來呢 過去做其實這五年內呢 做了很多很多相關研究 那為什麼這個議題在最近特別嚴重 因為就是強降雨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過去在索保局的支持之下 我們也做了一些的探討 那包括對綜藝廠的影響 基盤地震的影響 那再來就是這個降雨的影響 那在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最主要是探討 我們如果用不同的植物 那它會長出不同的根系 它就是須根 它是側根 或是它是主根 那這樣子我們做出來的 到底它的效果到底有多少 所以呢這是我們在今天跟大家做簡單的報告 所以我們在試驗的設備跟材料的部分呢 那這是中央大學的地中靈性器 它旋轉半徑是3米 它的容量是100G噸 就是我如果那個model是1噸 我可以利用這個旋轉的方式 有一個靈性力 可以飛到 我們講這旋轉叫飛 所以可以飛到地球重力場的100倍 那如果是只有500公斤的話 可以到200倍的地球重力場 那人大概只能承受9倍的重力場 就是飛行員在轉彎的時候 所以我們藉由這樣子 這個旋轉的方式 產生一個人造重力場 那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我們會稱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樣的一個設備呢 最主要就是我們會稱為它 地空理性機不會稱為結構理性機 那最主要原因是 比如說像大地工程問題 像水爆的問題 只要有水跟土壤的話 水壓力跟土壓力 其實是跟重力息息相關的 如果我們只把這個模型縮齒 放在實驗室裡面做實驗 1米的這個模型實驗箱 它所產生的土壓力跟水壓力 就是1米而已 對不對 那但是在現場呢 我們可以知道 比如說我要模擬10米的邊坡 要模擬20米的邊坡 但是我在實驗室裡面 這個小的實驗箱裡面 它的硬力塗壓力比較分布 就最多就是這個1米的實驗箱就是1米 那怎麼樣模擬20米呢 我們還是用這樣子一個縮齒的模型 但是把這個小的模型放到離性機上面 飛到20倍的地球中立場 我們就可以讓1米的模型產生20米 高的Stress跟硬電的關係 因為這個γ Rho g H 所以我們的H變小了 但是我們的G變大了 所以我們的硬力就可以變大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使用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來探討很多大力工程相關的問題 那在這裡呢 我們就拿來探討這個邊坡 我們邊坡相關的這個液體 那在我們的這個 這是我們的掛台 我們開始旋轉之後呢 這個掛台這裡是一個hinge 所以這掛台就會擺起來 因為離心力是這個向外的這個方向嘛 所以呢 它就可以我們的土壤 我們的土壤剖面呢 就會垂直我們的土壤剖面 那同時呢 我們在試驗的過程中呢 我們在試驗箱上面 我們可以安裝很多 在我們想要的地方 安裝攝影機 安裝我們的雷射位器 跟加速物件啦 孔氣塗料器等相關的感測器 我們可以量測 我們想要的物理量 那我們所使用的這個材料呢 在過去我們所使用的材料 是用這個20%的高靈圖 我們80%的實音沙 我們實音沙是 平均力量是0.19mm 那這個是概略的這個外觀 這是電子行為鏡看出來 它是一個純的實音沙 那在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小群的實驗 所以它會有 其實它不是一個perfect的一個工具 它有很多的 還是會受到很多的東西的影響 比如說我們常常談到的這個邊界效應的影響 那談到的這個顆粒效應的影響 所以我們講說 大家常常說 我們這個小的模型 可以模擬現場大的東西 就會有人問說 那我這個小小的沙子 在高中立場的情況下 那是不是就不再是沙呢 它模擬就是一個大的石頭 那大的石頭怎麼可以探討 它就不是一個沙子的邊坡了 它就是一個石頭的邊坡了 那在它的滲透系數 它的強度 那怎麼會相等呢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個材料的使用上 我們都必須要特別做選擇 比如說我們要考慮滲流的問題 我們就必須要讓現場的滲流係數 比如說我在100G做實驗的話 100G的時候滲流的速度 肯定會比現場的速度快 為什麼 因為水的重量不一樣 因為在100倍重立場的情況下 水的重量變100倍 它自重變重了 但是它的viscusity 它的黏制度是一樣的 所以它在孔隙裡面流動的速度 會是現場的100倍 那所以如果我們要探討 比如說像土壤液化的行為 它滲流的行為 所以我們就要去調整它在孔隙裡面流動的速度 比如說我們加 這個把它的黏制度提高 比如說我們吃那個羹的太白粉 我們把它加進去 它就變稠 它在土壤裡面流動速度就會變慢 所以呢它變慢的情況下 我們要讓它 因為我們要探討它的行為 所以要讓它行為一樣的話 它的黏制度 我們就不能用水 我們要用100倍水黏制度的液體 那現場跟現場的水做比較 如果我們要探討這個滲流行為的話 所以在很多我們必須要考量 邊界效應 還有尺度效應 那particle effect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選定我們的材料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過去我們使用20%的高齡圖混 80%的這個石銀沙的時候呢 我們做了一系列的實驗 但是我們現在要做直升的時候 發現如果混了20%的高齡圖呢 根長不進去 因為那個變密了之後呢 根長不進去 所以我們就把高齡圖拿掉 在這一系列的實驗呢 今天介紹的實驗裡面 我們所使用的是用純的石銀沙 那在製作試體的時候呢 我們是使用這個 這個10%的含水量 那才能夠塑形住 用施導法的方式 那控制相對密度 那做成我們要的這個邊坡 那我們今天所使用的三種的植物呢 分別是小麥草 紅豆跟向日葵 他們的根是不同的形式 比如說我們看小麥草它就是須根 就像鬍子一樣它是 它這個是一條一條一條的 所以我們須根 那就紅豆的話呢 它是側根 就是它是比較淺的 它不會往下長 它會長在比較靠表面的地方 再來的話 向日葵的話它就會有分主根 我們可以看到主根 還有很多這個像絨毛 就是這個毛狀的刺成根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這一次的實驗 就是選用這種 這三種不一樣的種類的植物呢 來做實驗 那首先我們就介紹一下基本的物性 比如說我們針對純實因材 我們已經做實驗了 那我們要了解說 如果我們有根在裡面的話 那如果因為未來還是要做很多的數值模擬 在我們在做數值模擬的部分 有根存在的土壤 那我們怎麼樣輸入它的參數嗎 如果要用Molprune的這個快準則的話 很重要就是C跟Phi 所以呢我們就去做這個 指檢實驗跟那個定水頭實驗 那過去在比如說像韓國啦 在東南亞也曾經做過很多的實驗 比如說他們也做過三軸的實驗 從整個有函根試體的這個C跟Phi 但其實我們從指檢的實驗結果 可以看起來 它有根存在的話呢 有影響 但似乎影響不大 的原因在我們控制 在這個小小的指檢試體裡面 我們控制的每顆種子的間距 比如說每顆種子的間距是13mm 就是每1.3公分我種一顆 但是在現場的情況下其實不是這樣子 現場我們把種子撒下去的時候 它就開始整個漲起來了 所以那我們如果未來要模擬真的 比如說我們長不同的植物的根系 不同的密度的話呢 這些東西都可以再做調整 所以這些直接檢驗實驗不代表 這個植物它所能提供的C跟Phi 就是這些 並不是 它是在每顆種子間距 13mm情況下所撿出來的 那它對凝聚性的影響幾乎很小 因為所有的根都是被拉出來的 它如果是被撿斷的話 可能就是對凝聚性會有比較大的幫助 但是它全部都是Pull out the value 所以它在凝聚性就沒有 它的根的影響強度就沒有反應在這個 cohesion上面 那在Fresh Angle呢 也有些微的增加 比如說增加4到6度不等 那在Permobility的部分呢 反而就是我們有做不同的 種在不同相對密度的土壤裡面 比如說有50%跟70% 那70%呢 相對系數會比較低 因為它突然比較緊密 那所以呢 它大概的這個試驗出來 基礎物性試驗出來的結果 大概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再來就是這個 含水量的實驗呢 還有我們有一個RAR 就是Root Area Ratio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知道我們一根嘛 根有它的結面體很小 但是呢我們就去算說 這個存在所存在的根 根的結面積佔整個視體的比例 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大概只有百分之 比如說像這個百分之 百分之零點一成二 就是說 這個視體結面積的SARS1的話 根的結面積大概就是 百分之零點一成二 其實佔很少 所以這有三種不同的 包括了像日葵紅豆跟小麥草的試驗結果 那這是我們種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是測試圖 一個是面向邊坡的這個圖 所以我們在所有的植物都是種七天 我們這個邊坡試刀法做好之後呢 把種子有規則的把它定間距的把它種下去 然後就每天澆水讓它照日光 講七天之後呢 最後呢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個視體的相對 土壤的相對密度就是百分之 相對密度百分之五十 含水量是百分之十 它的乾的時候的單位種的是十四點八左右 那我們在做這個 準備這個視體呢是用濕倒法 就是我們前面會有一個擋板 就跟做那個擋土牆 那是一樣的 前面有個擋板 那後面把土填進來 因為我知道體積是多少 所以我只要把 我知道我的相對密度是多少 我就知道在這個體積裡面要填多少砂進去 我就把這個砂 輕輕地夯使到我要的這個體積裡面 就可以控制它的這個單位種 或者是相對密度 那這是使用這個 然後再來就是用這個三電印表機 印出我們要種的這個模板 我們就有規矩地把這個種子 一個一個一個的種進去 中進去之後呢 那我們後來就整它長出來 長了七天之後呢 我們就進行實驗 那這是我們試驗後的結果 比如說試驗前試驗後 我們可以看到這是試驗前 它邊坡是這個 這是它是這個 這個邊坡的坡面的位置 那這就是它淺層滑動 從側面側向來看它的這個坡面的位置 那這是它的正向 那黑黑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有灑上一個很薄的黑色的砂 就是只要它發生裂縫 只要發生它滑動 露出來白色的部分 我們就知道這個發生了位移了 所以這是我們整個準備的過程 那所以呢 我們先看這個是對照組沒有跟的 就是我們用夯實做出來 像一樣相對密度50% 它的這個含水量10% 在從1G加速到整個旋轉的方式 是加速到45倍地球中立場的時候呢 就發生整個淺層的滑動 所以百分之百 整個坡面都發生的滑動的破壞 那這個是在 所以就表示說 這樣子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邊坡 那它所能承受 在安全係數等於1的情況下 大概就是45區 所以我們把這個模型的高度 比如說20公分 乘以45 那就是9米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材料 在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它含水量這樣相對密度 它的大概在9米 就是它最靈界的狀況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個先前後呢 都會做這個雷射掃描 可以把它崩塌的量體 到底有多大 定義出來 那前後的坡面的差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滑動區 這個就是堆積的部分 那再來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切剖面之後呢 我們可以取樣 可以量這個樣點的這個 不同位置的這個含水量分布 我們知道一開 試驗前我剛說 10% 含水量是均勻的 10% 但是因為重力的關係呢 我們在重力場出現增加的過程中呢 水會向下流動 所以呢 它會造成水都會激在這個下方的 如果沒有排水 排不出去的話 它就會激在這個 那個下鋪的地方 那這個是沒有 剛剛講的是沒有 根系的 的情況 那如果呢 有根系 我們這次做虛 虛根是小麥草 小麥草一樣 我們種下去的話呢 從1G 從1G呢 飛到80倍的地球中心場呢 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 大部分有 這個直升的地方呢 它的 都沒有位移 還是蠻穩定的 它唯一有位移的地方 就是在邊界的地方 那這應該是 Bungary effect 就是邊界的影響 因為水流走了之後呢 我們用的是沙嘛 沙在沒有水的情況下 就沒有 那個 Metri suction 因為它是胃飽 就沒有 基質吸血的情況下呢 它就乾掉 乾掉就會滑下來 所以它 並不是 並不是真的 邊波的不穩定 而是邊界造成的影響 所以呢 這樣看起來呢 就是如果使用 這樣子的一個植物呢 它似乎對整個邊坡呢 是有蠻大的 一樣 一樣的高度 一樣的邊坡角度 一樣的材料 一樣的相對面的情況下 它的幫助其實 是很明顯 可以看得出來 那一樣 我們可以做這個前後的掃描 它只有表面的些微土壤的位移 但是沒有明顯的滑動 那含水量的變化呢 含水一樣 水一樣都蓄積在我們的這個邊坡的下方 那這個是我們這個是紅豆 紅豆的話呢 它最主要是側根 就是它根往側邊長 在淺層往側邊長 但是不會往下長 所以我們飛到54G的時候呢 整個就開始 整個就發生了滑動 所以呢 我們看到 這個是我們逐漸 逐漸把這個 這個 重力場增加情況下呢 我們看到它坡面就開始有 逐漸的位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點一點的就是我們的這個紅豆 那在最靈界的狀態下 它會突然整個就是有一個很淺層的滑動 那藉由這個實驗的前後呢 我們一樣去掃它的這個這個 這個撥面 我們一樣可以得到它的這個 用它的位置啊 還有堆積的體積到底有多少 那我們可以做可以做進一步的評估 比如說未來如果有類似的根系的邊坡的話 它到底影響的範圍到底有多大 我們可以做簡單的評估 那我們可以做簡單的評估 那接下來就是一樣整個含水的這個變化 那再來就是有主根系的 那這個就是有主根包含的這個小的這個像龍毛的這個像日葵 那它一樣呢 在55G跟紅豆呢也還蠻接近的 那為什麼它這個會 這兩個到底差在那裡 紅豆呢它最主要是側根 但是這個的話呢它是主根但是數量不多 但是它主根不多的主根上有小龍毛 但是這兩個效果似乎做起來還蠻接近的 但是它整個也是它的崩塌的範圍呢幾乎是百分之百 就是我們試驗前有撒這個黑衫嘛 所以崩塌之後呢全部幾乎是白色的 所以表示它崩塌的範圍幾乎是百分之百 所以這個是整個這個這個有主根的一樣 它的崩塌區跟堆積區還有含水量的變化 所以呢最後呢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三種不同的根系 其實它所它在離心模型試驗裡面呢 我們講說我們把種力場增加了 那過去的前的研究也是用種了很多植物 或者是混了不同的這個材料來模擬根系的效果 但其實它有可以從兩個觀點來看 一個就是它確實就是長這個樣子的梗 在土壤裡面到底能夠有多少的這個抵抗力 那我們可以藉由種力場可以藉由這個力平衡的方式來做計算 來計算它到底有抵抗力是多少 那另外一個看法就是說我們可以從它根長的形狀 因為我們講說我20公分在80倍中力場模擬的是16米的高度的邊坡嘛 那所以這個根的這樣子的一個根就不再是植物的根了 它就模擬的就相當於是樹的根 樹的根是往下長的還是它是淺層的這個樹的根 那這個就是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它也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評估 所以呢從這樣子的試驗結果呢 我們可以看到 似乎用這種三種不同形態的根的形狀呢 虛根的效果似乎是幫助是比較大的 那淺層的根或者是你有主根跟這個毛狀的刺身根就是絨毛 或者是絨毛的話呢 它的幫助也是有幫助 但是的幫助就沒有像虛根這個形態 就是往下長的這個根系的形態來的大 所以從安全係數如果從中力場的這個破壞 最靈界中力場的這個來看的話 它安全係數大概就是1.8跟1.2的這個差別 對 以上是今天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如何用離心模型試驗來探討 根系對邊坡的這個穩定性的效果的這個研究 謝謝大家 那我們謝謝那個洪童老師幫我們